大家好,今天是3月23日,亦是世界气象日 每年世界气象日都有一个主题,今年也不例外 今年的主题就是早预警,早行动 目的就是鼓励大家关注,在气候变化之下 极端天气就会更加频繁 所以需要我们及早作出应对的行动 以达致防灾减灾的目的 在过去两三年,2019冠状病的疫情一直是影响着全球 值得注意的是,2019冠状病毒病的疫情 并没有缓减全球的碳排放 有研究显示,全球的碳排放的量 经历了2020年的短暂减少之后 2021年又再次上升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评估 2021年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七个年份之一 而全球表面的平均温度也连续七年 是高出工业发展水平成一度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 在去年2021年的8月 发表了一个第六次评估报告中的第一份报告 也指出了人类活动引致大气中温室气体增加 也导致全球暖化的主要原因 另外大气、海洋、冰冻圈、生物圈因而发生了广泛而急速的变化 根据这个报告 全球需要在未来二、三十年 大幅减少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 否则21世纪将全球变暖 控制在两度之下 巴黎协定的气候目标就很难实现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立即采取行动 智能减排为减缓全球暖化出了分力 在香港方面 2021年也是香港自1884年有纪录以来最暖的一年 全年的平均气温达到24.6度 当中3月、5月、9月的平均气温 亦都有纪录以来那个月份是最高的 另一方面 2021年全年的热夜 即是说当日的最低气温也有28度以上的日数 有61天 而好热天气 即是当日的最高气温有33度以上的日子 也有54天 这两件事都打破了2020年的最高纪录 至于香港今年的天气状况 我们综合考虑了多个因素 包括拉莲娜的发展情况 气候模式的预报和其他客观的指标 预计今年风季是有机会在6月或之前开始 也在10月之后结束 全年大概有5到8个热大气船 可能进入香港500公里范围之内 这是属于正常度偏多的 另一方面受到全球暖化和本地城市化的影响 今年全年平均气温在正常度偏高的机会 预计较高 另一方面 今年全年的雨量预计正常度偏多 大家有机会受到暴雨的影响 所以也是因为风雨季前做好这个准备 现在我希望跟大家介绍一下天文台在今年的最新发展 在气候预报方面 天文台将会在4月开始 每个月我们会发表未来三个月的季度预报 内容会包括季度里面的平均气温和总雨量等级预报 另外天文台也会研究在热带气旋带来的强风和长时间暴雨的共同影响 以进一步可以加强我们的预测和向市民发布相关的讯息 以更好保障公众安全 正常所说 鉴于本港的学业天气日数和热夜日数持续上升 天文台就会在今年的夏季开始 就会透过这个流动应用程式 我的天文台是会推送一些通知 就是发出有关这个持续高温天气的特别天气提示 也都提醒公众就着这个热夜天气或者热夜持续的影响之下 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 另一方面天文台也都在今年就会推出新版本的我的天文台 这个新版本就会采用更加个人化的设计的主界面 方便大家随时可以掌握到降雨的资料和各区的天气 另外在公众教育方面 天文台也都计划在今年推出一个叫做 福射解码的互动电子书 利用资讯图像和小游戏的形式 深入浅述介绍这个福射的种类 福射的监测和应急准备和应变这些知识 因应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的最新情况 今年我们天文台的开放日 就会继续以网上的形式举行 一个叫做香港天文台开放日2022的网页 将于稍后推出 大家可以透过这个网页 当中有些虚拟的漫游和影片 就唱由天文台的总部 详情请留意天文台日后的公布 最后减于近日的疫情都是较为严重 我们需要继续注重个人的卫生 大家一定要共同努力 打烊这场逆战 多谢各位